現在走一走來街看看 下雪後是怎樣的 平房屋一層過的 雙車房 剛才鏡頭走一走 走一走 鏡頭走一走 走一走 走一走 天藍色的美國車 1970年代的車 別以為開這些車是很逗勵的 要維持這樣的車 很浪費錢 我以前有個同事 支架殘了 要燒一次 要一千多兩千元 燒一隻 這裡有個面子 很多時候車都拍出來 來這裡政府都不理 又不理拍 原則上晚上就不准拍 這幾間好像是鷹式的建築物 外面是Toxco 批檔 塗了木架 落木板 然後批一層鷹泥 鷹泥的部分是不會有事的 但是木架就要隔兩年又一次 剛才說的新地盤在這裡 六十萬一間建 最便宜 彈車房的 應該陸續入伙的 建得很快 這裡建一間這樣的屋 平均是六個月至九個月就好 看來拍門會比較久 要三四年才能建好 因為地基都不做一年了 這裡的地基很簡單 滑個洞 裝好駭屎板就可以落的駭屎 快兩隻 所以建築物是很快的 建柏民的內容 還有一些很小的建築公司 建築了一間又建另一間 曾經問那個人 你知不知道安省有幾間建築公司 大概幾百間 估計少了很多 有四、五萬間 建屋有建築公司 可能是幾百間 這段時間分得很細緻 像是裘比奇 都說是建築公司 青史上, analy屍 我介紹開